郡主,请到我这儿来 元成向后说道 身后的影子们让开一条路 五幽燕走了出来,一脸不敢相信 眼睛睁了又睁 你是哥哥 游燕 黑衣人吃惊 这无疑证实了元成的猜测 黑衣人就是五连齐 五连齐自己也察觉了 将蒙精干脆一拉 是我又如何 哥哥,你为何要夺水晶猪 又为何要杀人 五幽燕十分震惊 幽燕,你别听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没有夺猪杀人 今晚上一直在房里睡觉 根本没出过四门 五连齐睁眼说瞎话 我们都没说话 你怎么知道事情是今晚发生的 墨子抓住了破绽 五连齐还真能编 你们今天晚上来的 我就猜事情是今晚发生的 这有什么不对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他又问妹妹 幽燕,你不是嫁去青州 为何来此 爹出了事,我来找舅舅帮忙 五幽燕简单说 我们兄妹俩真是想到一块去了 我也是来找舅舅的 五连齐终于理顺了 我私自出上都 怕皇上派人抓我回去 所以一路藏起行踪 多借庙宇宿叶 一有风吹草动,就躲 魏家 和原成墨子无交情 却有多年的好友 他说道 你要是不信 大可问被你们抓起来的那些人 魏家看向方丈 方丈冷淡撇五连齐一眼 那位公子确实只是借宿的 上天有好生之德 我等做事,我等当 官也不必连累无辜 五连齐怂起眉毛 我真是无辜的 哥,我相信你 五幽燕原本就半信半疑 想要走上前 郡主 原成伸手拦住 何谓亲兄弟,亲姐妹 五幽燕不明白 他为什么这么问 答道 手足同胞,血浓于水 嗯,说得好 原成微笑 目光投向五连齐 五连齐冷着一张脸 原成,你别挑拨离剑 莫子唇动 极细声 原成,你别卖关子了 魏家,既然大家都等不及了 就把人带出来吧 雨虽停了,却也冷了 早些完事儿,大家就能早些回去休息 收网 卫家一招手,手下就带了一个人上来 五幽燕看清之后,尖叫出声 这,她 五幽燕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有些控制不住情绪 她怎么 莫子所受的震撼,不比五幽燕少 她看看站在魏家身旁这人 又看看那边的五连齐 半晌说不出话来 这人哈哈笑 舔着一根彩色糖棍 挺高的个子 声音语气,却如孩童 小家,你答应给我一百根 还欠八十九呢 呵呵呵 任何人一看,就知道这人是个傻子 可这傻子如果和五连齐长着一模一样的脸 五幽燕的惊声尖叫就容易理解了 这时,莫子留意到五连齐已经变了脸色 似乎也是大吃一惊 眼珠子都往外秃 五幽燕强子镇定 终于把话说全 她怎么跟大哥长得这么像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双胞胎兄弟 圆城的胸友城竹,来自真相的掌握 而有件事,郡主你说错了 五连齐虽然和她是亲兄弟 和郡主却不是亲兄妹 五幽燕再次惊呆了 她心里其实也在猜 也许是母亲生了一对双胞胎 但其中一个天生吃傻 所以爹娘把她藏起来了 然而,圆城所说的话却是自己无论如何都没想到的 哥哥若不是哥哥 那是谁 五连齐文言 双眼阴质 面露寒意 突然长笑 圆城笑道 你不必白费力气 这四外方圆一礼都是洛州府军 你们早先服下的人已经全被抓了 五连齐知道大势已去了 但神情仍冷傲 虽然证据都只向李王造反 但李王拒不承认 让我很奇怪 圆城没让人等太久 开始解释 当然 证据确凿却死不承认的人也有 不过他甚至不承认自己有些密室 就毫无道理了 那日搜查李王府 众人可是当着他的面 把密室打开的 李王却从头至尾坚持自己不知道 进而否认所有指证 我就想 如果李王真是冤枉的 那么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在他眼皮子底下 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他全身发僵了 你是李王爷最骄傲的敌长子 未来李王的继承认 在上都赫赫有名 文采可比状元郎 武功不逊 萧二也 却在与大球的射灵赛上 一剑不中 空有其名 空有其名 飞也 指摘李王最重要的证人之一 就是当日上传盗珠的杀手 揭示杀手身份的物证 是一个女人给他情人的护身符 因为太理所当然 我接管此案时 并没有对那女子详问 可后来再问就发现了有意思的事 那个杀手虽然以护卫的身份 挂在李王府名下 但却是你带进去的 别人都不知道 但那女子听情人酒后提过一次 莫子听到此处 按道莫非谋逆的是五连齐 但年龄上不对呀 二十年前他还是个婴儿 李王说 他不知道府中的护卫 如何成了杀手 甚至这个护卫的名字 他都记不得 却原来是他的儿子带进府的 那时候起 我开始查你 原成收敛了温润的笑容 我这人查世 喜欢寻根究底 要是查人 从出生往大了查 尽量详细 巧了 李王妃当年怀孕 还是与人同行 生孩子时也只差前后两日 更巧的是 两家的接生婆 没多久就离开了上都 我问了当年的邻居街坊 南城东城阁那么远 告诉我的却是一样的理由 回家养老 问家乡在哪儿 没人知道 莫子有点明白了 明白了 范儿浑身发冷 这是什么样的心思 又付出了什么样的忍耐 简直可怕 两家人都是皇亲 先后得子 老皇帝十分高兴 亲赐了孙儿名字 一个叫五连齐 一个叫五连静 因为出生日子相近 固有双生之意 多半 也有希望唐兄弟 如亲兄弟的意思 五幽艳啊了一声 五嘴摇头 脚下发软 他知道五连静是谁 但是 怎么可能 后来当今皇上登基 那家人去往封地 那个叫五连静的孩子 是个天傻的事 在当时并不是秘密 据说 他被安置在偏僻的乡里 从不在人前露面 而且那家人再不提 我对大泥两天的人 有很重的好奇心 让人去描了张画像过来 第一眼看到时 我就想 唐兄弟居然能长成一样的脸 是名字的关系 亦或是金口预言的神奇 言语间对老皇帝的不满 如扎小人刺 怕画像不够传神 我把人请了来 大家看看这两个人 究竟是唐兄弟 还是亲兄弟 当然是亲兄弟 唐兄弟长相一模一样 基因上不可能 我想老皇帝 大概怎么也没想到 他还漏给了一个名字 因为有一家是真的生了一对 五连奇 你生在一家为嫡长子 长在一家还是嫡长子 将来无论谁造反 你都可能是太子 天生好命乎 一切真相还差说出一件事 那家人是谁 有一种证据 可以让人白口莫辩 眼前就是 二叔 五幽燕悲叹的一声 将最后的秘密曝出 五幽燕的二叔 正是当今皇上 同父异母的二弟 肃王 肃王妃生了双胞胎 却对外宣称是义胎 暗中买通鸡生婆 将另一个婴儿 和李王妃的新生儿 换了过来 这无疑是肃王安插在皇帝近前 最大最稳当的棋子 那 我的亲哥哥呢 铁一般的事实面前 五幽燕红了双眼 他喊了这么多年的哥哥 却不是一母同胞的手足 虽然他对自己也很好 但他到头来 帮他的亲生父亲栽赃嫁货给爹 他不能原谅 郡主 你的亲哥哥 恐怕薰多吉少 一个注定要被取代的婴儿 他的命 微不足道 五幽燕潸然泪下 莫子上前 不知道怎么劝 只能拍拍他 元成 你说完了吗 五连齐神情阴沉 你说的都对 我确实是肃王的儿子 还是嫡长子 一出生我就被送到李王府 七岁那年知道自己的身世 身边人全是我爹安排的 我自成年就为我爹办事 不过 你就算找出真相又怎么样 我爹这时率领大军包围了上都 说不定都已经打下皇宫 登上皇位了 时时务者 最好对我俯首称臣 我还能在父王面前 为你们美言几句 仍是高官厚禄 坐享荣华 魏家走上前 五连齐 我把你当朋友 却想不到 你不念亲情助纣为虐 居然图谋造反 投降吧 我也会帮你跟皇上求情 网开一面 五连齐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魏家 你没听到我刚才说的吗 我爹可不做没把握的事 四书五书都站在我们这边 五万经旗为一个小小上都 皇帝可以换人了 我忘了告诉你 我出来时给皇上留了本奏折 把肃王要造反的事说了 静王也调了离上都最近的肖家军三万余人 肖维和仲安前往华州的路上 再调各府兵马六万 应该已经打完了 因为水静珠和他们的逃离 江湖沸腾 市井热闹 肖维他们调兵前将 也不引肃王怀疑 五连齐笑声戛然而止 怒吓 不可能 与我无关的事 我何必虚张声势 原成再露笑容 你不想也逃不出去 认输吧 狗急了跳墙 五连齐举起箭 你们谁敢动我 我是未来太子 魏家帅亲魏迎战 莫子看着五连齐发狂 冷声道 利欲熏心 已经身在高位 荣华富贵信手拈来 为何还不满足 不如当个生斗小民 日夜为生计奔波 没有空闲去想阴谋诡计 到头来害人害己 也看个人的心性 肃王母妃是洛州人士 老皇帝出巡的时候 看中了带回宫里 生子后封为贵妃 但不是太得宠 尽管肃王从小聪明伶俐 却不受父王重视 他又不服太子 认为太子软弱无能 优柔寡断 所以想取而代之 不过先帝别的本事不说 疑心却重 又极其疼爱皇后 所出的太子 肃王不敢乱来 只能缓缓布局 等那有朝一日 我唯一佩服他的地方 就在于此 二十年处心积虑 步步为营 比难得时的我厉害 软禁三个月 元城终于将这场 惊天阴谋查了出来 可惜 遇到了你 墨子说道 肃王的政变没能成功 不是他筹谋的不够 而是他的对手 由皇帝变成了元城 我也只是运气好 就快了一步 如果皇帝不信他 现在大周易主已成定局 不过 真是过瘾 笑得开怀 不使坏心里难受 对吧 好不容易碰到个阴谋高手 就成了如今的翻江倒海 人性本恶之 我责人为善 说吧 元城深望着他 原来还是我的运气 怪不得 发不了财 好运全用在他身上了 走了 元城转过眼 看场中恶战 魏家剑术顶尖 武艺却不如五连旗 但人多势众 抓住是早晚的事 墨子立刻心领神会 是该走了 大周的事已经全部了结 上都是什么情况 到底能不能压得住这场内讧 与他们无关 再留 恐怕魏家就得抓他们了 一行人 如来时悄悄 去也悄悄 到了寺外 竟有数百道身影 紧紧相随 风向正好 适合行舟 数日后 望见阳城 墨子只觉恍若隔世 元城得到消息 上甲板 看他出神 没想到再回来吗 没有 墨子有些感慨 当初跑船做好最后一桩买卖的准备 也以为自己会在上都安定下来 你还记得那艘脚踩奖的船吗 你和萧维上永福号之后 我就让肥虾他们把船拆了 早知道会再来 应该留着的 说不定每天还有用